好了继续来看现在的比赛来自于全黄十五 2022年EVU大赛 台湾ET大宝哥对战台湾 小黑这场八强赛胜着赌 左边是ET大宝哥 右边是小黑 大宝哥的手法已经没有了 小黑的中间也没有了 大宝哥目前掌握场上的一个先手机会 我们看现在对局大宝哥对于 小黑来说还是有比较高的胜存 因为在之前两人交通过程当中 大宝哥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胜份的 大宝哥的中间是选择的圈尼特 圈尼特再次面对是小黑的逃离间发现的进攻 之前的在 之前的战略赛当中 大宝哥拿下小黑应该说是问题不大 现在小草发到的一个连段 那么打了九连之后 大宝哥的圈尼特还剩下不到200血了 板别小黑起身抓一个推头 咱们下起身 表哥下贼 哎呦 这个拳子被地方小跳TD 这是八强赛阶段 好了咱们现在来看现在对局 来的一大宝哥对战小黑 大宝哥受战家是选择的克隆 小黑边是个草莉莹继续进攻 重拳八十八试改之后 追加战低 齐悦阳取消一个两气大地 两气大地之后 劝上了一个顶点超北扎 大宝哥先输了第一分 小黑今天发挥非常稳定 直接上来一套二刀三连 打掉了大宝哥 拿下了第一分 这种线下赛的大型赛事 很考验选手的现场的一个心态 OK我们才回到比赛多中 目前小黑的手法依然是选择了二几层红丸 对战代表的手法 库拉 库拉跳地战 密绍带起来一个小小龙 小黑起身堵了一个身攻角 八几机攻 我们来看现在是代表哥的库拉对战 小黑的二几层红丸 无用红丸的白啊 目前来说真的不是特别多 小黑是唯一数不多的几个红丸玩家 那现在库拉继续发现版面小跳 大哥哥这里下逼战必须再次莫奖成功 直接ES连段吹飞 ES龙带走了第一灯 看得出来啊 一体代表哥现在也是有点紧张 毕竟好在他已是参加过多次 EU的比赛了 哎呦 这个小黑出现了失误 但是代表哥也没有把我画这个机会啊 OK 洛克现在发动好 EU的代表哥再次却反一个小石龙 洛克是小黑的中间 好了 半面连段 斗进攻ES版 强化的 立封拳之后 对加出登记风暴 小黑拿下一灯了 他们两个都是来自于暴打台湾 这是胜者组的比赛啊 胜者组的 八强戒队 一天我就下重拳 继续来看一下洛克的版面封堵 大百度中间 智尼特 智尼特被对方确返一个小石龙 版面条扎 代表哥费AB虎逼 重拳再次确认反摇拳 对方再次抢石龙 小黑的战斗力非常的 凶猛 而且看得出来他的球中欲望非常强烈 代表哥机会 确返这套连段 手上加满两颗气 先消灶一个一眼的连段 好 没有 哎呦小黑缺乏 带走了吧 斗气风暴 一颗气 拿下这个 思绪翻盘 非常的精彩 EVO 这里给大家带简单介绍 EVO是全球最大规模 影响了最哥 最大的一个格斗游戏赛事啊 他是从1995记得不错 他在97年开始组织巨型啊 也有20多年的一个运行经验了 那么现在也是形成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格局去打赛 今年拳王十五啊 也是入选了正式比赛加募 现在是八强阶段 好的 克隆缺乏 拿下了洛克 大表哥还有机会 大表哥现在DB已经输了 OK小黑带的圈白套起来 刚才这个轰扶一轰扶扶杨 但是没有确实上去 挑子的继续也慢点的落 刚才是下盘确认失败了 大表哥清拳划闪确认生龙 两段之后带一加二三七 抄杀输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大表哥 正在发起最回波进攻 前中抓到一个最头小黑 危险了大表哥继续抬脚 小黑发起反击 抱歉 表哥稳住 小黑清拳清拳严厉降 完了大表哥 直接大蛇蹄带走 那么现在小黑把大表哥打到了败这堵 大表哥在败这堵还有机会不活 抢二维德 对了 感谢观看